沉浸式教你如何洗车 带好装备水桶 抹布 最重要的 皮A壶 第一步 先喷洒预洗液 软化脏污 第二步 等三 五分钟后 冲掉洗车液 从下道上冲洗 这一步后 大部分大的脏污 已经驱除了 不讲究的 已经可以开走了 车停得太靠前了 把车遥控往后面多到一点 ET7可以离车自己到车 我们现在用的是简单功能 垂直遥控 特别适合狭窄车位 上下车 第三步 喷洒正行 要求就是均匀 掌握不好 就多喷一点 第四步 给水桶也喷一点泡沫 大的区域 用拖把拖一遍 第五步 第五步 在用抹布擦拖把布 方便的区域 记得从上到下 抹布脏了 及时清洗 这也是最累人的一步 要须要弯腰上下动 感受到洗车店洗车师傅们的不容易 第六步 把车身冲洗干净 从上到下冲洗 车应该完全干净 第七步 喷洒水激活 本质上是给车身快速度膜 让车身又输水不疼 前挡风玻璃不要喷 第八步 通掉多余水激活 可以看到车床已经不沾水 第九步 拿高速风机 吹干剩余的水分 看看多干净 额外 前两天骑车 不小心踩到泥巴里了 用高压水箱清洗锁鞋 不用挖泥巴了 要控制角度 不然容易噴泥巴 浓染容易噴洋 烤玻璃 扇板 就可以 一只 良多少 把车往前挪一点 好开后备箱 把东西收拾好 可以回家了 下次再见了 马卡巴卡